大家好,我是十大教育的Aaron老师 我今天来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身严经历 从以下三个角度抒发 研究生、院校和专业的选择 本科期间怎么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提升 课外活动和实习推荐等等话题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学术背景 我本科就读于SFU比利商学院 学习金融专业 研究生就读于SFU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专业 目前全职就读于十大教育 首先,关于研究生专业的选择 我们将它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本科专业的提升深造 比如说我本科读的是金融专业 那么我研究生继续找一个商学院读一个金融的Master 另一个就是研究生跨专业就读 就像我自身一样 明明本科读的是商科 但是研究生去读了一个社会科学位的项目 就是跟本科没有任何关系的 有同学就会问 这样子做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的 当然是OK的 前提是要满足目标学校的要求 就没有问题 比如说SFU的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在官网里明确的提出了 这个项目的学生 是有着非常非常diverse background 那有的学生本科读的是经济学 有的读的是历史 读的是文学 读的是历史 甚至是数学以及工程等等专业 那还有一些学生呢 是有很多年的在公共政策职位上的一个工作经验 而有些呢 则是小白 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 但是没有关系 有教无类 只要你想读 那这个学校它是都OK的 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一个问题 我该怎么选择专业 是继续读同一个专业 还是换一个专业来读 那毕竟在加拿大每年跨专业就读的学生还是非常多的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总体的原则 第一个 选择什么样的专业 院校 必须毕业后 更有可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第二个 以自己现有的实力和潜力 那么能够考上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以及学校 在研究生申请的初期呢 我们并不需要考虑自己能不能考上的问题 毕竟在加拿大成绩并不是100%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你的过往的经历 本科期间参与的活动 甚至说找到谁帮你写推荐信 都会影响你的录取几率 现在最关键的呢 是考虑你的专业 学校 以及地区的选择 是否能让自己更加接近自己理想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那么我们重复一遍啊 你以后自己的理想工作状态 是前期院校专业 包括地区选择的唯一判命标准 毕竟继续读书呢 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工作 更好的生活状态 而申请研究生本身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 那么有的同学会说 老师 我以后是准备读博继续深造 以后搞科研 对吧 我又不是为了工作 那我该怎么选 还是一样的 那搞科研 发表paper本身也是一种工作 所以我们的指导原则依旧适用 那有了判断标准之后 我们发现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个 专业决定了大家以后职业道路和生活状态 学校决定了大家 在职业道路上走的是否顺利 好的学校 比如说哈佛 比如说歌大 比如说像是牛津剑桥 那他们的毕业生走得更顺畅一些 那差一点的学校 有可能学生会走得坎坷一些 地区呢 随便了大家以后可能会工作和生活的区域 因为每一个学校呢 它总是有一个区域的认可度 这个学校的知名度 认可度能够辐射的区域 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地方 那比如说UBC 多大 他们的辐射度是覆盖整个加拿大的 而区域性的大学 比如说像是TRU Thompson River University 那它的影响力可能只限于BC省 甚至更小 那继续用我自己来举例子吧 我为什么选择SFU的公共政策研究生呢 而不是继续去读一个金融专业呢 那第一对于专业的选择 我对人文社科类的话题比较感兴趣 而且呢 我以后也想在相关领域有所建树 发几篇paper之类的 而且公共政策细分的话 我们也包括了金融政策 经济政策 那这也与我本科的这个 所学相关知识高度重合 其次呢 SFU这个学校呢 多年产连麦克林综合 为大学排名榜首 虽然比不过多大UBC 但是也是一所非常的优秀的学校 而且公共政策学院 也出过不少知名的校友 比如说前任SFU校长Andrew 现任温哥华市长Kennedy Stewart 都曾经在公共政策学院 担任教授或者副教授的职位 最后是关于地区的选择 那我工作本身呢就是在温哥华 而且SFU在BC省的影响力 基本上与UBC是相当的 我也很喜欢加息的气候 温哥华的气候 那么基于以上的考量 我最终选择了SFU的MPP项目 我们下一个要分享的话题呢 是关于本科期间 怎么进行有针对性的提升 那课外活动和实习推荐 首先要把学习搞好 虽然咱们一开始讲过 GPA你的成绩 并不是100%的决定型因素 但是一个很高的GPA 还是可以说明至少两个要素 第一 你是一个学习能力强的人 第二 你具备了相关知识理论基础 那大概多少的GPA够用呢 一般来说GPA达到3.0以上 也就是B以上 差不多就OK 那不同学校当然会有细微的不同 这个就需要同学们自己去留意去注意 总而言之呢 我们认为GPA就像钱一样 那当然是越多越好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相关的考试的准备 比如说申请管理类商科类的研究生 你就需要考GMAT 社科类就要考JRE 那法律类你可能要考LACT等等 这些考试呢都需要提前准备 所以要对自己心里有数啊 不要觉得自己是超人 有些同学说 我自己呢能够在三个月 甚至更短的时间内 完成这些examination 同时也拿到一个特别高的分数 对吧 当然这种人肯定是存在的 对吧 少之又少 好吧 少之又少 所以说呢要提前学习 提前规划 最后一步到位解决问题 那当我们把学习呢 维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 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争取让自己变得有趣 好吧 You're an interesting person 那你可以去学习一种乐器 你可以去学习一种运动 你可以去登山 你可以去滑雪 你可以参加读书会等等 等等 为什么呢 因为大学的招生官啊 他每个申请机会选越大量的申请文书 好吧 换句话说 你千篇一律的文章 他们读的比谁都多 那么怎么在成绩之外取胜呢 那就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好吧 成成为一个能够成功引起招生官注意力的人 对吧 比如说你想申请一个金融的研究生 对吧 除了咱们说你有一个很高的 这麦呃 这麦成绩 你有一个很高的GPA之外 你很或者是很好的实习之外 你可以说什么 应该说我从大一开始 我就一直在投资股票 对吧 我自己就在炒股 那么呢 我每年的回报率能够达到百分之多少多少多少 但是我在实践当中 我发现我还是有很多不足 或者说有一些东西 我就是没搞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那我还有很多的疑惑 所以我决定来申请这个项目 对吧 这只是一个点 我们可以到时候也可以写一下 可以说一下 那最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多走出校园 出去看看 不管是去做志愿者 还是去做实习 还是去参加交换项目 那么我们都建议大家能够定期的走出校园 去出去看看世界 看看社会 那在本科期间 一切都还没有定型的时候 那有没有 就没有必要来纠结 说自己一定要去做哪一类的实习 比如说我的一个学生说 那我非四大不去 对吧 那别的公司发个co-op实习offer 那我一概不接 我只去四大 那这样做是太极端了 对吧 那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是 你如愿以偿的去做实习 但突然发现我好像只是先入为主的 那甚至自作多情的认为 我适合这个项目 我适合这项工作 那等我实际上手之后 我会发现啊 我好像并不是真的爱过 对吧 那还是老生常谈那句话 多去尝试不断试错 说不定呢 试着试着就找到未来的 一个研究生的方向了 好 因为时间的缘故呢 我今天就与大家分享这么多 那各位有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联系我们的客服务 最后祝愿大家都能够合理安排时间 最终被心意的去交流去 谢谢